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11月13日北京市联民政府副市长 2019北京市员会执委会副主任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局长 卢彦率北京市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 中国驻法国兼驻摩洛哥大使翟骏 2019北京市员会组委会委员 政府总代表国展局中国首席代表 中国冒粗会副会长王锦珍 国际展览局副秘书长迪米特里科肯切斯 和各国驻国展局代表 各国驻法使馆商务工赞和相关领导机构 法国政府北京市员会参展市仪主管部门 法国农业部法国外交部 巴黎市政府巴黎工商会 法国农会法国花卉协会文化界旅游界 及其他相关的政府企业学界嘉宾 巴黎主流中文媒体 法国主流媒体 中资企业代表等150余名各方嘉宾出席推介会 记者从北京市员局负责处了解到 自2016年8月 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官方邀请至今 德国 英国 荷兰 日本 印度 新加坡 泰国 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竹腾组织等 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已通过不同渠道确认参展 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 加勒比共同体国家 中美洲国家联合参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每位法餐舌尖上的享受 欧卡黑岛四方斤与您美味共享 无论您举办的事 新品发布 台业庆典 公司活动 婚姓或生日派对 我们都将为您提供超新的专业化 外送高档法餐服务 带给您好美食 好心情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2019北京市园会办会主题为 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副主题为绿色发展生活中的原意 融合绽放 教育与未来 心灵家园 2019北京市园会将成为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构筑绿色产业体系推动绿色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展示 法国是世博会和世缘会的发祥地 国际展览局总部坐落于法国巴黎 利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宣传推荐会契机 集中向出席国际展览局第162次全体大会的 160多个国家驻国展局代表 介绍北京市园会最新筹备进展 对推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国 尽快确认参展 2019北京市园会意义重大 北京市园会是由国际展览局认可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的A1类世界园艺博览会 由中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 主题为绿色生活美丽家园 举办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至10月8日 举办地点在北京市延庆区 园区选址距离巴达岭长城10公里 有称长城脚下的试园会 华侨视频台报道 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巴黎热恋非诚勿扰 由亚欧华侨视频台主办 为广大海外单身男女提供一个征婚 相亲交友的平台 是一个展示海外华人生活 工作兴趣爱好的平台 也是一个展示自我 实现梦想的舞台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拨打电话或者编辑短信 0783389090 报名参加巴黎热恋 《非诚勿扰》栏目 美丽新娘尽在巴黎新浪潮婚纱摄影 婚礼仪式录像 让您做最美的新娘 感谢华文医生 皮肤病专家 法理知识 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非诚勿扰》栏目 《非诚勿扰》栏目 出品 desde大落出 我们散发 在诚勿扰见 到 Ren线留置 我在卡理网吨培 美丽新娘尽 满闹 莫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